56. 澳門日報2014年11月23日報章 D.03 危海食得好港痛風澳市澳門今晚八時播影食得好嚴好偏方 今集請來香港前高官李麗娟分享50歲退休後面對人生的多個大轉變 李麗娟患有痛風和糖尿病,他會用食療控制病情 節目中會示範自痛風的鮮百合獸肉湯,還會做自童鳥的清零雞湯 李麗娟當年考上香港政務官,當過港督麥理浩三年私人秘書 做官的時候親眼看見民間疾苦,從此開始做義工 一做就是五十多年,直到現在環體超過十個慈善團體做義工 另外,深夜十二時澳市高清會直播英格蘭超級聯賽 由後成對二次 同一時間,澳市體育會直播西班牙甲組足球聯賽 由李雲特對華倫西亞 雅當場 由李雲特óc 彈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